近日由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等 共同发起的飞虎队和平援助武汉捐款活动 在南加州圣盖博士举行 出席当天慈善晚宴的 有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施远强 乔务处主任汤长安 圣盖博士事议员廖清禾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 洛杉矶县宪宣政委员凯瑟琳巴格的代表吴中国 等众多民选官员及代表 与南加州飞虎队之友 侨胞代表等近200人共相胜举 副总领事施远强在致辞中 感谢各界人士慷慨解囊 在新冠疫情面前 声援和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人民 在武汉和其他省市的抗疫斗争 以及侨团各界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 互相了解和友谊所做出的工作和努力 我们总领馆在疫情发生以后 那么这段时间来 受到了大量的侨界 侨团提供的捐款 还有捐赠的物资 其中有非常多的 非常感人的这个故事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 我们侨胞对祖籍国和祖国的这种 血浓于水这种感情 作为联合主办方之一的 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主席于清 在咨词中指出78年前 飞虎队曾在中国武汉与日本空军展开激烈的战斗 有近90名飞行员被敌机击落受伤 被中国人民所营救 飞虎队从此与中国人民在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而78年后的今天 武汉人民又面临着严重的疫情灾害 现在的飞虎队老兵们再次积极支持 实施和平行动 向武汉人民伸出援助之手 自从中国疫情发生以来 我们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 充分花费会员的力量 调整整合国际国内的资源 筹备购买抗灾防疫的物资 为战胜中国疫情贡献力量 据了解 截至目前为止 飞虎队传播协会会员单位 林志平慈善基金会 已经累计捐出一次性医用口罩70万个 俄文枪320支 以全面助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 凤凰卫视林汉琴 罗神机报道